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腐败 有权不使 过期作废 那是圈眼 出现的就是党性 共产党的党性扼杀了正常人的人性 网上有几篇消息 我们就通过这消息验证我刚才的说法 法广有一篇文章这么说的 法广这篇文章题目是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表示有人想搞文革 旁边配的照片是路透社的 是重庆在搞所谓的唱红的镜头 大家看到的全是党旗 人们穿的红色的衣服 忽悠的是红色的小旗 把这个跟文革时的任何一张照片 您合在一块一模一样 文章报道说呢 香港的东方日报讲 27号在北京有近百名改革派人士召开了座谈会 讨论有关党内的改革问题 那其中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提到说 在30年前有一份决议叫做自我批评不够 对文革的批评底线在日后都不能突破 他说党内的民主力量总是很弱 而集中总是很强 应该把理论和观点勇敢的说出来 胡德平说 在哪个地方不说思想解放了 但是谁都感到害怕 他还提到现在有些人谋权求官到了故凶杀人的地步 这难道不是执政党的问题吗 我觉得最后这句话说的非常对 我觉得从这点上说呢 因为胡德平无论怎么样还是党内人士 他站在共产党里面的角度 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已经是进步了 但是我们站在外面的人 跟共产党已经说不的人 你冷静的看一看呢 恰恰就是共产党本身的体制造成的 而香港人网的一个署名叫做香港的人 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十分好 如果今次搞文革 中共一定老命不保 我觉得这话说的有他道理 今天你搞文革 底下老百姓年轻的 我跟你说 就把今天在位的太子党们 你爹你妈怎么死的 你爹你妈被文革怎么干掉的 一定被你下一辈 30来岁的人干掉 这可就是应了30年河东 30年河西 你想用这手活 枪手一定死在枪下 那到底作为我们老百姓怎么对待这种独裁的体制 结果有一个中国人 北京人说了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是按照今天利比亚发生的事情 给中国人做个验证 法广文章这么说的 中国网民思考利比亚模式 文章提到说 统治42年的卡纳菲歇菜了 首次展现国际社会人权高于主权的这种变天的模式 刺激了中国 上来提到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刘忠民 把这种现象称为利比亚模式 在利比亚模式当中 他分出了三个主要的要点 他说第一个要点就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1973号协议 这是利比亚模式合法性的第一步 紧接着说 在国际法中承认暴力革命的权力变更的结果 这是利比亚模式的合法性的第二步 那第三条 他接着说 国际舆论一致抗议卡扎菲的屠杀 倾向于人权高于主权制裁卡扎菲的方案 这是利比亚模式合法性的第三步 正是这三步合在一起塑造了今天利比亚的模式 就是老百姓起来抗争 国际社会对他支援 然后推翻独裁体制 这就是非常清楚的 网上专栏作家老虞针对这个说法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 他说 一夜之间卡扎菲歇菜了 我向尊敬的利比亚人民致敬 借用某个独裁者的话说 暴政和独裁就像灰尘 你不打扫 他不会自动的退出历史舞台 这是毛泽东说的 有人被卡扎菲惋惜 他们愿意看到强人对抗文明世界 而不愿意看到被奴役的人民获得自由 那是本属于每个人的天赋权利 不愿自由者不配获得自由 那而利比亚本身是值得尊重的 这话放在今天大陆人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身上 我们自己想一想 我觉得有他借鉴之处 张昭忠 少将 奔横 没事就上CCTV 一般人能上去吗 13亿多中国人 有多少人没事就上CCTV 上那上趟厕所 没事聊聊天 赚点钱 我跟您说 绝对凤毛麟角 他说出来的话却是给咱们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吃完饭 闲着 反正也没事干 省了出去淘气 给大家解乐 但是张昭忠将军很无奈 很没办法 很不知道自己怎么办 网上有个贴子 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他说的这个话蛮有意思 贴子是这么说的 那张昭忠将军说我被利比亚人民欺骗了 张将军说的很直接 您少跟我来这套 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 你说我预测全都错了 我跟你说 我预测的是静态 利比亚发生的是动态 用静态的去预测动态 您说能准吗 张将军说的铿锵有力 智力有声 紧接着张将军把自己内心的感触说了 他说我感触最深的 导致我预测不准的最关键的问题 是我被利比亚人民给欺骗了 过于相信利比亚人民对卡扎菲的拥护 对于相信利比亚人民在镜头前的表现 现在来看我是被利比亚人民打败了 利比亚人民简直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 明明在心里头对卡扎菲恨得要死 却非要在镜头前表现出对卡扎菲的坚决拥护 这个表演水平太高了 这对我是个教训 我觉得在说这段话的时候 如果咱把今天老百姓对党对共产党宣示的镜头 各地宣示的镜头 包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人们这些人对党的其宣示的镜头 你就贴上 我跟你说不找钱 半斤八两一个样 所以很多人说今天如果推翻共产党会怎么样 怎么都不怎么样 你自由了 这是唯一的 在独裁体制之下 生活的人们一旦真正体会到自由的空气的时候 人们知道权力之下的那种邪恶 那种封闭是多么的可恶 人们也体会到自由是什么 美国之音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香港大学集会捍卫言论自由 内地人士超感动 文章提到说 上星期五晚上 香港大学的一千多学生和老师聚集在中山广场 点起了烛光 为被香港警察的作为扼杀香港人们 包括香港大学的学生的这些言论自由 行动自由的这种行为去默哀 一位学生代表打破了沉默 他叫做李承康 就是被香港警察摁在地上的那个学生 那李承康说 点燃蜡烛 暖化校园 让港大成为自由的堡垒 也要让香港成为中国领土上自由的堡垒 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自由的话 当初邓小平就不用说一国两制了 所以他一国两制是香港人拒绝专制 那邓小平也不愿意放弃专制 来了个一国两制把咱大陆人给骂了 而大陆人又说一国两制好聪明 自己甘愿当猪 不做自由的人 还说呢管猪的人猪官 是聪明的 这是非常可悲的论点 记者采访了一位从内陆到香港大学读书的学生 是个女学生 她自己是这么说的 我看到这个场面非常感动 我刚刚从大陆来到香港 因为在大陆我们没有任何抗议 没有机会 没有这样的权利 如果有意见 也只可以散布 不可以讲的 我来到这里之后 感到了一种解放的感觉 他接着说 我平生第一次撑出了平反六四的口号 这是不可想象的 紧接着讲说 他对香港的言论自由真的感到非常的鼓舞 更对8月18号的情形感到担忧 他说就像一把刀悬在了香港的上面 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落下 从而表达不希望香港自由受到威胁 一个自由的制度之下 人们有个一个人经历过两个制度 他对比之下知道是什么 那今天咱中国人大陆人应该想想自己是什么 网上有段视频 是讲了一位安全专员对记者的咆哮 而咆哮的说法是反党的说法 他对共产党跟他之间的关系的这种联系 一句话 人入了党就不是人了 说出来的话就不是人话 共产党可以把人变成极其丑陋的样子 咱就看看这个视频是怎么说的 见记者不愿接电话 刘来福火气更大了 公司逼迫员工凑份子 一个破安全专员竟然说出反对我就是反党 他的意思就是反党你就死掉了 你就完蛋了 非常邪恶的一句话 但又是多少党员稍微有点权力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都会说出来的话呢 这就是我说的 这个共产党的体制自上而下 把人弄坏了 有权力不用 过期作废 把人的人性的一面扼杀掉 恢复人性 只有退出中共 恢复人性 只有让这独裁的政权滚蛋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